有了波前这样的概念 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往前 再进一步讨论我们的斯耐尔定律 好 那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 这张图呢 有一个深水区 好 就是交界值一 你可以知道这个水波啊 这是用一个水波来代表波动 那所以就是深水区 那个波数比较慢一点 它的波数比较慢 那这波数叫V1 这里有写 好 然后呢 这是潜水区 它的波数比较快 它叫做 它的波数叫V2 它叫介质2 好 但这个V1V2 这个就是波数快慢这件事情 你把它当做一个事实记下来就好了 就是说深水区水波波数比较快 事实上它是不是水波都无所谓 因为我现在在讨论的 不是只有水波可以用 而是就是光波啊 反正就是波动都可以用 那你现在知道说 这里有一个介质1 速度是V1波数是V1 介质2的波数是V2 好 那你看这里有一个路设线 斜斜的进来之后 它用V1的速度进来 然后呢 到这里之后 这里叫界面 到介质2 然后就折射了 好 那中间这个虚线是法线嘛 然后这个Zeta1就是我们的路设角 画在这里 是我们的路设角 那这一个Zeta2呢 这边是我们的折射角 好 那 请问这个 这个垂直符号它没有画 这个垂直符号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个你就把它当做是我们的拨钱 它就是拨钱 或者你就把它当做是拨风拨钱 如果这样你会比较好理解的话 好 这个叫拨风拨钱 那拨风拨钱之间的距离 是不是就是拨长 因为这就是拨风到拨风之间的距离嘛 好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 除了路设线之外 如果单纯只画路设线 那这完全只有几何光学在讨论的 但你今天如果又多画了拨钱的话 其实你就是把这个东西的波动性质 也纳入考量了 所以你知道我讲的会更是原理 其实就是要你把这个光的波动性 也纳入考量 好 纳入考量之后 我们就多了拨钱 那我们上一支影片里面有讲过 拨钱跟这个拨行进的方向是垂直的 好 那这样设进来之后 它进入了另外一个戒指 或者你说是潜水区戒指二 它的拨钱就转弯了 这非常非常合理 因为我们知道拨钱跟这个行进的方向 会有一个垂直的关系 拨钱跟拨行进的方向 在上一支影片里面 我们就讲到这都是垂直 所以当你发生了折射现象的时候 你的折射线跟路设线 本来就不是同一条直线 他们本来就发生了行进方向的改变 而拨钱又跟这个行进的方向 有一个90度的关系 所以这个拨钱进入了戒指二之后 从戒指一进入了戒指二之后 当然也会转弯 好所以在这个图形中的这一个进入了戒指的拨钱 你就画一下 它也转弯了 好 那么所以其实这张图就是我们之前的图 加上拨钱而已 之前我们有路设线 有法线 有折射线 有路设角 这一达1 也有折射角 这一达2 我们只是把这个东西多加了一个拨钱而已 就长这样了 长这样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AB AB是一个拨风拨钱 路设波的拨风拨钱 你可以看到这一张图里面的CD CD是折射线的折射的拨风拨钱 它就会形成一个三角形 好 那这边你可以看到这边写Landa1 为什么是Landa1呢 哦 忘了写了 在介质1的地方 它的拨场叫做Landa1 在介质2的地方的拨场叫Landa2 我们来讨论一下 在介质1的拨场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Landa1是大于Landa2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拨数我们设定成 这里我们的拨数我们设定成 V1是大于V2的 也就是在这个深水区我们跑比较快 潜水区跑比较慢 那你就把它当做介质1 不要管深水潜水 就介质1波数快 介质2波数慢 这个是我们的 这个推导的假定 波的推导的假定 那如果波数比较快的话 你知不知道波数等于什么 波长乘以频率 所以这个就会产生这个市值 V1大于V2的话 就会产生这个市值 但是你知不知道 波在从一个介质到另外一个介质的时候 频率是不会变的 波的频率是不会变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Landa1是大于Landa2的哦 好 所以在这上半边的这个介质1啊 波长是Landa1 下半部的这个波长叫Landa2 你可以发现这都垂直哦 哦 那这也有垂直符号哦 那他们两个是不一样大的 Landa1大于Landa2的 好 那有这样子的概念之后 我们继续考虑折射定率哦 这关掉 好 来我们来看下一张图 下一张图就是把刚刚这个图形再画出来 放大画出来 我们刚刚说AB是什么 AB就是它的波峰波前 那C珠呢 就是折射的波峰波前 那我现在要请问你哦 你看哦 这个AB是不是都是波峰 CD是不是也都是波峰 那从B波啊 从B传到C是不是走了一个波长 然后从A走到珠是不是也走了一个波长 然后折射了嘛 转弯了嘛 对不对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哦 经过的时间是不是一样 因为经过的一样的时间 你看哦 这个AB啊 就是同样的波峰波前 我把它画出来 长这样吧 画好丑 画好丑 这个 这个 波从AB这边这样传过来 传到 传到A点跟B点 然后呢 同时间到达A跟B 但是呢 A点的波 这个波峰 已经进入了界面了 所以经过了DELTA 所以经过了DELTA C时间之后 在A点的这个波就跑到了珠点了 那在B点的这个波呢 它还没有进入界值二 所以B点继续直进 直直前进走到了C点 所以呃在AB这一个波峰波前 这里全部都是波峰 的时候他们两个是一整都是在波峰上 同一个波峰上 但是A呢 进入界值二之后跑到珠 B呢 还在界值一直进走到了C 所以你可以发现ABC是Landa1 然后A珠的长度是Landa2 然后呢 这个波长不就等于波数乘以 乘以什么 乘以经过的时间吗 那在同样的时间内 B跑到了C B的波峰跑到了C去了 A的波峰跑到了珠的 珠这个点去了 所以他们就跑了一样的距离 好 那呃我们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分析吗 好那如果AC呢 这个边 我们把它写一下 这个Landa1比Landa2是多少 我们来看一下 Landa1比上Landa2 Landa1比Landa2是不是就是 BC比上A珠 那它其实是不是可以写成 AC线段乘以Sine Theta1 比上AC线段乘以Sine Theta2啊 好 然后你把这个AC给消掉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这 用同一个颜色好了 你就会发现 其实它根本就是Sine Theta1比上Sine Theta2啊 对不对 所以 其实我们之前讲的折射定律 我们之前回忆我们之前讲的斯奈尔定律 是不是Sine Theta1比上Sine Theta2 是一个定值啊 这个是斯奈尔定律嘛 对不对 那这个定值是什么 按照这个波动说 因为这是我们把波前的概念带进去才会有的 按照这个波动说 其实它就是波长的比 OK 好 好 那再来 那你自己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 这段距离 其实是不是就是波数乘以时间 波数乘以时间嘛 那这段距离 Landa2也是波数乘以时间 所以我们这个东西就可以写成V1 DeltaT 比上V2 DeltaT 这是同一段时间 然后DeltaT可以怎么样 可以消掉 这是同一段时间 B走到C A走到D 同样一段时间 这个波峰从B走到C A走到D 所以这个DeltaT同一段时间可以消掉 基本上就是波数比了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说 我们之前说 折射定律告诉我们Sine Theta1 比上Sine Theta2 要等于一个定值 好 那这个 这个东西呢 我把它 我把它框起来 就是Sine Theta1 比上Sine Theta2 等于一个定值 这是我们之前讲的 到这边 这叫做折射定律 这个只要用光线就能够写了 OK 这只要 只要到光线就可以了 然后你要让这个等号成立呢 请你要加一个假设 叫做波动说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光是一种波的时候 你才会有波长的概念嘛 那 这个等号要成立 就是要把波动说 纳入 考量 你就会发现原来这个定值 原本啊 我们在前面这个框框的时候 就是 黄色这个框框的时候 我们只知道 折射定律啊 就是 路射角的Sine 比上反射 折射角的Sine 是一个定值 不管我的路射角几度 我都可以找到一个 反射角的几度 然后他们的Sine 就是定值 那我前面两支影片也有写到 就是这个定值 基本上就是那个几何的那个 圆的那个垂直距离 H1比上H2 好那我们今天如果纳入了波动说 波动进来考量的话 这个定值还可以被解释为什么 解释为 那个波动在 戒指一跟戒指二的波长比 也可以被解释为 是波动在什么 在两种戒指的波数比 好 两种戒指的波数比 所以换句话说 呃 我们知道吗 波数是不是取决于戒指的种类 及状态 如果这两种戒指的种类 跟状态都被 被确定下来了 那他们的波数就会是固定的 所以 V1跟V2都是一个定值 那他们的比例当然 V1除以V2 当然也是一个定值 所以我们之前讲的折射定律 说在Zeta1比上Zeta2是一个定值 啊哈 我们今天加了波动说 我们知道 那个定值就是他们的波数比 或者是他们的波长比 那这个波数比 本来就会是定值 因为波数在特定的戒指里面 本来就是定值 好 那我们就得到了 原来这个更大的 就是更大的这个 这个 折射定律 或 讲更大好吗 呃 讲斯奈尔定律 斯奈尔定律的更大的 这个框框 把框起来 原来斯奈尔定律 可以写成这个蓝色的框框 更大的框框 只是你要记得这个框框 蓝色框框成立的条件 是在中间这个等号 要带入波动说 这个才会成立 好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 嗯 我们叫他斯奈尔定律 完全体就交给你们了 好 那接下来我还要再讨论一件事情 就是说 可是 老师之前说过 CTA1叫做路设角 可是这个是路设角吗 你看这个图形 齐何图形都还在 这个是路设角吗 哎呀按照定义 对不对 我们路设角是什么 路设角应该要是路设线 跟发现的夹角 好那你等我一下 我把这个发现给做出来 发现在这里 画的好 好弱 发现在这里 所以我们的路设角 CTA1 应该要在这里才对啊 这个是吗 这里垂直度 这个蓝色这个当发现 所以此CTA1 是我们的路设角CTA1吗 哎答案是肯定的哦 为什么 因为这里也要90度 这个是拨前 跟路设线的夹角要90度 然后呢 这个发现跟界面的夹角 这个东西叫界面 发现跟界面之间夹角也是90度 这是发现的定义 所以这个CTA 这个角CTA1 就是我们的路设角 为什么如果我这边稍微做一个叉叉记号 CTA1加叉叉等于90度 然后这个CTA1加叉叉也等于90度 所以这两个CTA1是一样的 好 那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CTA1的确就是我们所讲的 入设角 另外一个以此类推 这个CTA2 也是折射角 无误 请同学自行验证 所以 虽然这个图形没有直接的画出 折射角跟入设角来 但其实这个夹角CTA1 跟这个夹角CTA2 的确是入设角 以及折射角 所以刚刚的推导 当然也就成立 好 那我们就讲到这里 记住这个打猩猩的框框 就是折射定律 或者你说斯奈尔定律的完全的样貌 那就给同学了